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一堂讲到一个议题 说有一个半径为大二的空心球壳 这个球壳呢 它不是导体球壳 它是一个绝缘体的球壳 它上面呢 它有一些变荷的分布 就使得它的变位呢 在球壳上是θ 球坐标里面 θ的函数 那现在要我们求 球里面一点 跟球外面认一点 它的变位是什么 那我们 用这个 解Laptastic equation 来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 把Laptastic equation 用两二维的 参数把它展开 因为它跟5没有关系 它是跟θ 跟r有关 所以我们最后呢 就得到说 它的变位 b rθ 是等于sigma L 等于0 到infinity R r的L pL cos θ 那么这个式子呢 它有无穷多像 那里头有弱干像 它加起来以后 能够满足 所有的边界条件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它的边界条件里面去啊 它的边界条件呢 是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就是它的表面 于是 这个 可以变成 A L 这个是大R 的L之方 E L cos 是 它 它 它 要 等于 它 V 明 θ 那现在我们要把 解 AL L 是哪几项 那 我们今天的 技巧 就是说 我们要 我们要 乘上这个 Legenda Polynomial 把L 另换成另外一个 L' L' L'呢 也是从 0一直到 无穷大 我们就两边 从这个 这个要学啊 你要记住哦 我们前面只有 sin cos 的时候 它是 它是 sine 就成为 m θ 如果 cos 就成 cos m 如果 sine 是 mθ 原来 sine mθ cos 就成 cos mθ 如果 是 这个 这两个 都是代表 0到 1 2 3 是5 6 那 再乘一个 sin θ dθ 原因就是说 你这个 维分里面 应该是cos dcos θ 是这个东西了 有时候 我们为了这个 方便期间 你把cos sine sine 等于1 那就乘一个 dcos dx dx 好 两边都存 这个 然后 7分之 这个数字就变成 sigma l 等于0 到 vg a e m r l 十八 从0 倒开 好 右边也要乘这个 右边就是 sv0 tl pr 好 现在我们积分的时候 我们要用这个 现在就看 这个跟这个 这个积分是什么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 sine m p 跟sine n p 这次是 tl n p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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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x就是代表cosθ cosθ等于-1到cosθ等于正1 它的值,这个要记起来 我们先回去,倒了一下看看 0或者是2 over 2lcrm加1 如果l不等于lcrm,就是0 如果l等于lcrm,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把这个关系 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我们说等式左端 等式左端 我们把这个叫一个数字表示 1是左端 这个数字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 可是当l等于lcrm的时候才有值 l不等于mcrm 这个是0 因此这个无穷多项里面 只有当l等于lcrm的时候才存在 因此我们把这个l都变成lcrm 它就等于alcrm 到r的lcrm四方 然后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呢 它就是2 over 2lcrm加1 这是左端 那么右端 还是这个东西 1是右端 我们就写这个 等于1是右端 1是右端 目前我们还没有去处理它 1是右端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整个式子写出来 就是a lcrm rlcrm rlcrm lcrm加1 分之2 它等于 0导胎 V0 θ p lcrm cos θ 然后 sinθ pθ 好 这边积不了 这边呢 你还不能积 为什么 因为v0 它是θ 它的函数 什么函数 它没有告诉你啊 你不晓得什么函数 就没有办法解 好 现在我们 就假设一个函数 比如说 我们假设 v0θ 假设它是等于k 乘上3平方 2分之θ 它 就说 这个球面上面的链位 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v0呢 把它画成这个 假设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带到这个 这个里头来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v0 画成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v0 θ 把它变成 啊 这个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把sine 平方2分之θ 画成sine θ 它就是1-cosθ over 2 2-over 2 就写在这里 这个就是1-cosθ 是这样子 发生这样子 为什么 发生这样子 呢 发生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 你放开 下个字我给你讲 这个legenda polynomial 意思是什么 p0 cosθ 它是1 p1 cosθ 它是0 cosθ 因此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画成p0 cosθ 减掉p1 cosθ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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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头去细分 我们就从这边解这个 我们把它带到第二次 代入 Equation True 我们直接解AL term 就等于2分之K 2分之K是这边的 这个也翻过来 这个也翻过来 它就变成 这里有个2 两倍的 rlcrm 2lcrm加1 再乘上这个积分 现在这个可以变成两项积分 这个跟这个积分 这个是固定0 那我们知道 lcrm可以从零一直到无穷大 但是只有lcrm等于0才存在 这一项积层呢 只有lcrm等于1才存在 因此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把这个 就分成 2组 2组 1个就是说 当lcrm等于0的时候 当lcrm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跟这个的积分 它积分出来 lcrm等于0的时候 lcrm等于0的时候 这里有两个值 两个值 这个lcrm是0 这个是0 2 0加1 2乘上2的 0次 所以2分之k 2乘上0 加1 2乘上2的0次方 那后面呢 就是积分呢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只有当lcrm等于0的时候 存在 lcrm等于0的时候 lcrm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 这是0 这个0 2乘0加1分之2 2乘0 加1分之2 等于2分之2 我们把这个乘一乘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2 2和2又要了 2 这个0 就是1 1的话乘起来就变成2分之k 所以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项 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 当lcrm等于1的时候 等于1的时候 它是负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负的 好 那就2乘1 加1 2 乘下2的1次方 乘上 2下 第二项是2乘上l 2乘2 2乘3 2乘1 2乘1 这等于负5的 2 r from r1是什么 等于这个 那现在这两个值求出来了 那V0 V呢 r θ 这个你们看 看你们的这个 刚刚抄的 上一次 上一次抄的 它是 exponential 我这里写一下 我可以看它比较好说明 比较好说明 它是等于 sigma 代表这个 代表这个 它现在有这个 现在我们把这个 写出来 它是等于 它现在只有A0跟A1 A0跟A1 那么 我们就写这个 A A L R L 加上 因为我们已经 这个地方写出了 DL等于0 所以它就是等于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P L cos c 好 现在我们这个 A0 把这个带进去 A0带进去 那就是2分之 k 2分之k 然后呢 这个R 这是0 这是0 0次方 然后这个 是0 P0 cos c 然后再加上 这个 可以等于1 可以等于1 所以它就变成A1 R 2 的1次方 然后P P cos c 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再把 这个东西 这个值带进去 这个值带进去 它就变成2分之k A 2 0次方 就是1 我们这么写 就是说 你从这里 把L等于0带进去 你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如果不写这一项 直接写这一行 那有时候你会 久了以后 你再看它 就看不懂了 这个带进去 就是K R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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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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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2 R over大R,乘上cosθ 这个就是求外一点,求外任意一点的解 我们这里写,用一下R,要大于大R R大于大R,它是这个值 现在我们看这个,R小于大R 我们看这个R,这个是R小于大R 这是小于大R 现在我们看,在求壳外的时候 在求壳外,因为R可以 R,我们先把V已经插掉了 我现在重写一下,它的一般式子是这样子 V,R,θ R可以趋于无穷大 因为求壳外面,R可以等于无穷大 R等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值变成无穷大 因此这个值就变成零了 应该是这个,这个变成无穷大 R变成无穷大,零没有问题,可以解 但是电位不得为无穷大 但是电位不得为无穷大 所以,在这个 这个式子里头 R的L之方 Approach is infinity 所以,第一项 趋于无穷大 这个是不合理的 电位不可以是 Infinity 电位一定是个finite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就是 它不得存在了 固 令 Al 等于0 Al等于0的结果呢 这个就变成 V V R Theta 只有第二项 等于这个 好,那现在 我们就 就这一项 好,那么我们说它这个 我们现在要解 到底呢 这个是 从0到无穷大 我们到底有几项存在 它就可以是 变成这个 V0 就是满足 就是这个式子 现在满足这个 V0 Theta 那于是我们就 两端都乘一个 P L' sin Theta d Theta 才积分 于是我们就把这两边 这个我就不写 不写这个两边积分 直接把这个写出来 0到π 然后这个是 R 右边我们也称这个 就变成 V0 Theta V0 Theta 那我们还是用 这个 Legendal Polynomial it's orthogonal condition 这个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 只有当L L crown的时候 它才有 值 那就是 L等于L prime 这个值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V0 Theta L prime 加1分之2 加1分之2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 2分之1 0到π V0 Theta P N crown cos Theta sin Theta 我们照样 我们前面是假设 我们前面是假设 这个是 我们假设 OK 最好这个 最好就是你把这个方法 扩一下 这不会写错 那我们 我们正面是假设 V0 Theta 如果是 K 3平方 2分之2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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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ta 我们可以写成 2分之K 1减 cos Theta 这个就可以化成 2分之K P0 cos Theta 减掉 P1 cos Theta 解成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 带到 Potential 里面去 好 现在我们解除 VL prime VL prime VL prime 是 2分之K 乘上 2分之1 R的L prime 加一次方 2分之2 2L prime 加1 这个积分 这个常数要等于这个 可是这个里头 因为有两项 所以它是B1加上B2 所以 这个成这个的时候 无非L prime 等于0 否则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就是 假设这个值叫做B0 B0 它就等于2分之K 乘上 2分之1R 0加1 0加1 这个地方是 也是0 0加1 2乘0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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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写法 你直接把它写成这个 你直接把它写成这个 还有一种写法就是 我现在写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上一次是用这种写法 现在我用另外一种写法 L prime 加1 2L prime 加1 乘上 2L prime 加1 分之1 分之2 在这里我们说 当L prime等于0的时候 这种表示法 还比较更好 你将来可以 不管是多么难以看 看不懂 现在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它就变成 2K 分之2 B0是这个 好 B1呢 是等于 它是负的 2分之1 2L prime 加1 存在2L prime 加1 再存在 2 2 L prime 加1 1分之2 现在L prime要等于1 你把这个L prime等于1 带进去 它的结果是等于 2 2 2 乘上2 平方 那现在我们有B1 跟B2了 我们就带到这个 Potential 的方式里面去 我就直接写出来了 我就用这个 那它只有两项 就是2的 0加1 分之B0 B0 Cosθ 减掉 R的 1加1 B1 P1 Cosθ 减掉 R的 1加1 B1 B1 P1 Cosθ 里面就是 小R分之大R 再减掉 R平方分之大R平方 大R平方 乘3cosθ OK 当然它的单位是B 它现在这个是 在球 球 外 球外的话 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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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 这个 题目就 解出来了 大R 大R 大R